大家好,我們是賈德賽斯警星隊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安清班不寫考卷 我是六年級李慕馨 我是五年級鄭雲慶 我是四年級張維哲 我是三年級陳林珊 那因為你們的題目是 安清班不寫考卷 那我想知道你們一開始是怎麼會想到這個題目呢 就是我們班同學就一直說 去安清班好無聊 那那個又很無聊 然後寫完功課就是寫考卷 無聊的鑰匙又很麻煩 他不想寫 我會常常聽到同學說 去安清班很無聊 一直在寫考卷 然後放學都不想放學 就要放學的時候 我們班就有一點沒有很乖 然後就 老師都說那不乖的話就不要放學 那有上安清班的同學就很開心 就沒有很想要去安清班寫考卷 就每次我在下課都會 為天上同學秀去安清班很像在地獄一樣 那如果說你們覺得 班上同學對就是安清班寫考卷 是有困擾的話 你們就是做了什麼事情來幫助他們呢 就是我們想說我們自己 平常有的時候都跑出去玩 然後就算是下雨天的時候 也是在室內做一些活動 類似比如說桌遊啦這種活動 所以我們就想到 那既然他們是在室內 那比如說我們可以讓他們也是玩一些桌遊啦 類似的 類似像就是在室內的活動 然後就我們提出了一個快樂學習申請單 然後快樂學習申請單的內容呢 就是我們上面會寫你 寫完功課之後你想要幹嘛 比如說寫完功課之後想要畫畫啊 或者是下象棋跟同學玩復課牌之類的 然後要給爸媽跟安清班老師簽名 簽名之後就可以執行 那關於實踐你們做了哪些事情呢 就是我們必須再次確定 他們到底是不是需要受幫助 所以我們就提出了一個問卷調查 那這個問卷 那問卷呢就是請他們填寫 後來我們才發現 喔原來他們寫的東西 其實跟他們講的東西不一樣 然後比如說 就是呢同學常常說 全安清班很 就是要寫很多考卷 但是他寫出來的時候 我們問他考卷會不會很多 他就說還好 可能是怕被安清班老師 或者是被爸媽責罵 但是他們說還好 但是那個還好其實是三四張考卷 所以對我們來說其實根本不是還好 就是其實那個關係不太一樣 就他們平常本來就已經寫三四張考卷 那所以我們他們覺得還好啊不會很多 但是以我們的判斷的話就覺得哇好多喔這樣子 然後後來因為還是不太確定他們到底是不是需要幫助 所以我們就又打電話去告去問安清班 然後問他們說所以他們的考卷量是怎麼樣 讓鄭允晴來練習 安清班老師就是說 安清班老師就是說 如果小朋友的學習狀況很OK的話 會讓他們再多練習一些考卷 然後呢如果他們的成績不是很好的話 老師會對他們一對一教學 然後所以分享的話就是 我們雖然沒有達成幫安清班的同學 就是不要就不讓他們寫考卷 但是呢但是我們也是完成了三分鐘的影片任務 把影片傳上FB上面 那就是在四天的時候 就已經有兩千七百二十六人已經看過 然後也把我們的這個影片幫忙分享出去 轉到別的地方給別人看這樣子 然後就是也給我們一些鼓勵 那你們對於這個活動有什麼心得呢 就是後來我們才發現 其實並不是安清班就是給他們寫考卷 就是家長希望安清班讓他們寫考卷 所以後來才發現 原來我們改變的並不是真的是要改變安清班 而是要改變家長的那個教育的觀念這樣子 然後我要問一下在場有沒有那個安清 有去安清班的小朋友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有嗎 那家長有沒有對這個現代教育的觀念有什麼想法 有人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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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所以我們在這裡發現了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他這個林珊小朋友 他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就是他媽媽有一天沒辦法照顧他 送去給安清班照顧 但是他媽媽不想讓他 就是一樣寫完功課就是寫考卷 所以就讓他就是跟安清班要求說 那他可不可以就寫完功課之後 就做他自己想要的事情 所以安清班的老師就是照他媽媽說的 就是讓他寫完功課之後 並沒有讓他寫考卷 就讓他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這是我們以後可以朝的一個努力的方向 1 2 3 謝謝大家